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包饺子 夏天我们不敢脚皮 太累 我买了现成的脚皮 那现成的脚皮呢 就相对比较薄 而且硬 没有什么弹性 如果做水饺的话呢 就不太合适 因为你明明包得好好的 它一下了水 就不知道怎么样 哪里漏水了就变得鼓鼓的 然后你一捞上来以后呢 它就啪 整个皮子都粘在 那个馅上面 感觉那个馅都被洗过一样 就没有什么味道 那做煎饺呢还行 所以我们今天就做煎饺 那我们先来调馅 今天我用一磅的饺猪肉 两根葱 还有一磅多一点的卷心菜 一磅好平时我做饺子馅 混沌馅什么的 都是1比1.5 也就是一磅的肉 然后是1.5磅的素菜 但是今天我用的是包菜 也就是卷心菜 它呢不太缩水 所以我就少放一点 你也可以换用大白菜 那程序是一样 我们先煮水 先把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 就直接把它放到肉上面 菜去掉梗 切成这样的块状 待会水开来 就放进去烫一下 那如果像大白菜那样有梗的话 就把梗先下下去 不要盖盖子 等它发软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你要把这些抱团的都打开 喷上去都软软的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捞出来以后 你千万不能不管它 要放在冷水里面冲 让它马上冷却 要不然的话 就会捂得很黄 菜冷却后 我们把水挤掉些 但不要挤得太干 因为这个菜汁 肉酱可以吸掉它的 这样磨得越细越好 这样叠起来 切碎它 然后换方向 再给它磨一遍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可以用大刀 像剁肉一样的 给它再剁一遍 然后连汁带水 把它放到肉边上 我们就开始调味了 我们先用两勺放盐 那个两勺已经做得很人性化 一般来说 一磅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tispoon 那我们这边差不多是两磅 我们就放两个tispoon 那在这个基础上 你自己调节 在肉的这部分 我们下料酒 然后肉这部分 我们放一个tispoon的糖 那卷心菜呢 比较甜 那我们就把它糖省了 然后再加一丁点老抽 给它上上色 肉的这部分 我们开始先搅拌 等它搅到有粘稠度了 我们再和菜和在一起 如果你有时间 有耐心的话 就多搅拌一会儿 这样肉会比较好吃 最后拌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愿意的话呢 可以用手抓一抓 因为包菜硬性嘛 你用手用筋抓一抓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和肉粘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 是不是还需要加水 如果不需要加水的话 我们就可以包了 那如果你是刚上手的话 建议你馅不要放太多 先把它包紧了 不要漏 然后再慢慢慢慢加馅 买的脚皮比较干 像馄饨品一样 所以我们要先准备一点水 然后把馅放中间 千万要当心的 现在就是这个脚皮边上 不要碰到馅 如果你碰到馅了 哪怕你捏得再紧 它下锅受热以后 它嘴巴都张开 用水抹上它大半个圆 然后这边的中间 捏到对面的中间 左手拖着 右手来找第一捏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能这样捏对不对 捏好了就变平的 不好看 它做不起来 不能做尖角 所以我们要找位置 这个就是第一捏 左手来帮忙打折 一个折 两个折 三个折 然后换这边 第一捏 第二捏 第三捏 一下捏 一下捏过去 然后把它封捞 走一圈 这样就完成一个 我们再来走一个 折上半个圆圈的水 中间和中间捏捞 然后来找这边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三下四下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后在这里 一下 两下 三下 那如果说肉馅有的时候多出来了 会凸出来 两个办法 一个把它塞进去 另外一个就是把它拿出来 好了 看看是不是很简单 这种包法呢 这种包法呢 就是我们最家常的 最简单的包法 那包好以后呢 你把它倒过来 这样检查一下 看这个背后一个一个接口 有没有安牢 如果说还有缝隙的话 你在漏洞前 下锅前 我们可以把它捏紧 可以把它补救一下 煎的时候呢 我们先开大火 放少许油 然后把饺子放进去 一个一个推上油 锅斜一斜 让这里也漏到油 等唧哩哒哒油声出来了 我们就倒点水 淋在饺子上面 新鲜的就少一点 如果冻的话 就稍微多一点 盖上盖子 差不多三五分钟以后 看你火候的大小 那个水声没有了 又变成叽叽喳喳的油声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火关小了 然后打开锅盖 水分没有了 饺子就会自动离锅了 然后我们看它有没有变金黄 如果像这样金黄了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的时候要底朝天 这样它的底才会脆 要不然一下就软掉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